第二十屆第一次定期会县政总职群 议员沈树珍 王秋淑 书玉成 陈玉林 吴秦南等 都希望县府要尽速解决垃圾堆植问题 尤其各项镇市的垃圾清运 更要建立公平 公正处理原则 让全县每个项镇市垃圾都能够顺利走日清运完成 徐县长表示 垃圾区画是县府当务之急 也是优先推动政策 对于议员们的建言 县府会虚心接受 也会尽速处理 目前除了协调有焚化炉的九个县市 协助去跨垃圾之外 也会委托民间企业协助清运 希望未来两年内可以将全县 以对至约24万吨的垃圾量减至10万吨以下 今天我们议会的议员还是非常关心 我们13乡正现在的垃圾处置的问题 那我们也再次的跟议会报告 原本我们已经在今年开始有接下了八个县市 来帮我们县政府来处理做外运 那我们最近又再增加一个县市来协助我们 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但以目前南投县所堆积的垃圾量已经达到24万吨了 所以呢除了我们这每一年呢 大概有这几个县市把我们处理 大概会达到9万吨之外 那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来处理我们现在每天日产的垃圾 所以呢我们必须加快脚步来委托民间的业者来帮我们做处理 才能达到现在垃圾的一个减量 那议员这边也提出来是不是将来呢 能够有一个比较公开的这个各个乡正的处理的这个机制 比方说按照人口数 那么来做这个固定的垃圾的清运量 那当然这个我们会来考量 因为每一个厢镇的条件不太一样 有些呢是有垃圾的这个掩埋场来做堆积 所以它的面积是比较宽的 那有些呢是比较有临时的一个处理的场所 所以导致呢可能没有办法这个堆积的垃圾的量 有一定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也跟议员报告 现在目前呢像埔里还有民间厢 这两个垃圾呢空间比较小 垃圾厂的空间比较小 所以我们也会优先来把这个 第一个阶段把这个垃圾呢 按照我们的这个 比较有紧急需要来处理 跟有卫生的疑虑的乡正 我们先来做第一个阶段的处理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去设置出一个办法 就是让各个乡正事工所可以看到 我们县政府会按照一定的一个量 来每个乡正都做处理 因为每一个乡正也都是我们所有的乡亲 那所以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呢 很多的议员也都会为自己的乡亲所发声 我们也都能够理解 但所以第一阶段我们先达到垃圾减量 按照我们的轻重环节来做处理 那将来呢我们就会去设置一个 这个规范跟办法 让每个乡正的垃圾呢都能够得到 这个都有一定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那我们也希望真的达到 从减量跟分类开始 所以将来我们也会保留一些的空间 来让我们各个乡正如果他们的分类是做的好的话 我们也会有一个优先处理的方式 那这个我们现在环保局也正在拟定相关的办法 那希望呢我们今年就可以 将这个垃圾的一个减量达到一定的效果 旭县长指出 目前外云区化垃圾 除了每天新产生的垃圾之外 也会依照各项村市垃圾堆滞的现况 一起击破性与危害性来安排清运顺序 未来会多与各项村市公所协调研商 根据各项村市的垃圾堆滞情形 人口比例以及分类减量比例等原则 定定外云区化标准 建立公开公平的外云机制 持续努力解决垃圾堆滞情形 记者陈云志 南都市采访报导